好,其實眼睛是日妝 當然晚上畫得很壞 離不開也有少許舒適的角落 我就會示範用一個比較深矢的顏色 去加上現代的模式 因為它可以重新地使用 其實只剩下自己去,今天都是創作 對,我根本現在會創作 還有大家在家旅行的時候 都要留意,診斷臉 例如你一邊閃著眼睛 你便把眼睛蓋上去 為甚麼呢? 因為不論是長眼睛 即是不論是Gel Liner很精采 長眼睛完成後,因為很快便會關掉皮膚 所以大家用這個眼睛一定要蓋上去 因為不然就很容易 即是變成發光 Gel Liner很精采 我現在用的三點式 是由那個長眼睛蓋 慢慢去推高 但這個大元素 都是在那個眼窩位裏面 不能說推得超離那個眼窩位 就是看下你想自己的效果 要有多滑 要有多舒適 當然顏色很高 好像我現在這樣 當然是這個誇張的 可能你晚上很想出去吃飯 還是水和飲品 就輕輕推高 好像現在不太好 一點點高了 這個效果已經是OK的 看上去已經有那個 又不是喝的 這個Gel Liner的好處呢? 因為它的肌帶很薄 所以變成是逐行不逐行 跟它都不會說傾拔 或者是一大大的程度會出現 這個是這個Green Shadow 還有我有一個提示 就是如果掃這個Metalic Blue Shadow 你用掃去掃的時候 不要太大力 你看我剛才掃下去 我當然很輕輕力 去擺開它 因為如果你太大力的話 怕你會比較難的 反而你小小力 它這樣薄薄地推開 會變滑一點點 還有我們的粒子是七彩粒 所以變得 就算是橡河後 也不會說 好像傳統顏色底的那些粒子 反光度 即是不因為反光度可以 反光度 這個顏色一定是最反光的東西 因為有光線直接射過來 一定是最反光的 所以其實如果有些粒子 有些粒子在橡河後 那個感覺就會沒有那麼受重 而且它好像可以畫下眼線的效果 拿起眼線的效果 可以用深色夾做 或者下眼線的效果 就是在橡河後 所以我看到它的橡河後 是很不錯 所以我看到一些粒子 跟著附近的感覺 很深色的感覺 就算是很像是一種粒子 我把這個感覺 很像是就很像是一種粒子 那麽它有很多地方 是一種粒子 所以我們有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有很多地方 不建議做太實力的顏色 所以如果用紐色的顏色 一個比較以色的或深藍色的顏色 拿來做下眼線都是一個不錯的 還有香港女生會覺得 Queen 狀態好像很難聽到 其實好像剛才雙倍的 就是這麼一個Kick 只要你輕力一點 Random 其實都不難聽到Queen 狀態 還有找到一個魔鬼的名字 有一個魔鬼的名字